今天做一款大人小孩都爱的芝士面包 做法很简单 是对烘焙新手很友好的一款面包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特别喜欢芝士那香浓的奶香味 就和我一起来做这款美味的芝士面包吧 首先来做面包表面的芝士酱 淡奶油70克 芝士片4块 黄油20克 糖35克 用中小火搅拌至完全融化 放凉后装入表花袋备用 现在来做面团 把屏幕上的材料除了黄油和盐都放入油面机 油层像这样粗糙的薄膜 就放入软化的黄油和盐 继续油面 直到面团能拉出像这样薄薄的手套膜就可以了 把油好的面团用保鲜膜密封好 放在温暖的地方静置发酵 发酵了两个小时 面团已经大了两倍了 把面团取出 分割成70克一份 油层小圆球 用石布盖上 松弛15分钟 按迅速取出第一个面团 用擀面杖擀成椭圆形 就把两边往中间对折 再把边缘对折 粘紧收口 把两头搓细一点 搓成这样的橄榄形状 一个面包的生胚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盖上潮湿布 进行第二次发酵 约30分钟 包胚发酵好了 在面团表面刷一层鸡蛋液 用割刀在中间割开 挤上芝士酱 全部做好后 就可以拿去烘烤了 烤箱要提前预热好 360华氏度 180摄氏度 烘烤20到25分钟 时间和温度仅供参考 具体还要根据 面包的上色情况为准哦 时间到了 面包出炉啦 面包散发出肉圆的香气 早已弥漫了整个厨房 让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 面包很松远 金黄色的外表微微酥脆 带着香浓的姿势特有的香气 而内部是松软的面包体 口感微咸 每一口都令人陶醉 如果你也想体现一下 时间上的诱惑 就做这款大人小孩都爱的 芝士面包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